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国务兵正在备战一系列的一个挑战赛 不管是常规挑战赛还是球星赛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 都是6月底到7月份的重大任务 我们也期待继视频赛之后再度取得佳绩 而其他关注的是在所有的队员都努力备战的同时 我们已经暂时离开国家队的功勋名帅 陈启在最近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豪华升级 那么对于他昔日的一些伙伴马龙 包括刘伯良恩师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 最近国务世界冠军周宇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 和他的女友和他的老婆正式完成了盛大的婚礼 在当天的婚礼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国务的功勋名帅陈启了 当然这一次他并不是做一个嘉宾出席这次的活动喝喜酒的 而是做一个见证人 做一个证婚人来到现场见证这对恩爱情侣的一个感情和幸福的人事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全新体验对于陈启来说也是一个身份的豪华升级 因为在过往的话 他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身份 所以其实这个身份的转变一方面看得出来 陈启本身能力非常强 能够胜任各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也看得出来 周宇其实是非常认可他这个前辈和好哥们的 也是希望能够让他来见证自己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对于周宇对于陈启这两个人来说 彼此应该是双向奔赴了这个哥们的情感也确实令人羡慕 那么随着陈启这一次化身成为证婚人之后 我觉得对于马龙对于刘国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当天我们看到马龙樊正东这些球员都给周宇送上了一个视频的祝福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国内进行集训 没有办法赶到现场 所以就以视频的方式送上了祝福 但是相信他们在这一次的婚礼过程当中 看到了周宇的一个幸福 看到了陈启这一次一起在现场见证 他们肯定也会一起为他感到开心的 那来说从目前这一次周宇的盛大婚礼来看 大家都给他送上祝福 而且前来助阵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国平的这一个大家庭是十分有爱 而且团结的 那么不管是平时出现那些什么事情 大家都会合理解决 有什么样的幸福事情也会一起分享 包括也看到此前 王万岳这些球员遭遇伤病之后 我们所有的教练主成员也都非常的关心 也都在想办法帮他们联系医院进行治疗等等 那么从这些细节就看得出来 国平真的不愧是我们有爱的大家庭 这么多年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也确实就有大家团结在一起 以至对外 最终的话我们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为国争光 祝福周宇 也祝福陈启 也祝福我们国平所有的队员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